东京明星美少女遭旧爱歌喉散裸照 日本东京前天发生害人听闻的凶杀案 曾参与多部电影电视剧演出的高三女学生林沫沙彩 前天下午放学正准备进家门时 一名男子从后方持刀刺她的脖子 若然听到尖叫一看 男子追着女学生朝女学生父母猛刺多刀 女学生倒立 她的母亲听到尖叫声跑出来看 连忙报警将她送医急救 但她仍因颈部和腹部重伤 不致身亡 警方在附近搜索 发现凶贤将她逮捕 凶贤坦诚预谋犯案 凶贤是女学生日飞混血前男友 女学生从小立志做女演员 曾经参与多部电影和电视剧演出 女学生想分手 凶贤不愿意 今生怨恨 女学生曾收到凶贤简讯 威胁要杀死她 同学安慰她不要怕 她的母亲曾看到凶贤滑手机 表情猙獰 带女儿到警局报案 警方打电话 却联络不到凶贤 没想到人不能预防悲剧发生 日本网友肉搜 凶贤曾在逃亡时 上传女学生的裸照 女学生参与的电影 冰冷房间即将上映 没想到已成为一座 东新闻综合报道 今晚到网友 您正在打电话 美国公主的警察 这次女学生的电话 冰冷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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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冷房间